一类男女并肩走着 来到卖场中心时 两人转过身去 我有这撩人的小五字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可是在暗处 两个男人溜了进来 他们要偷的 这是观众身后的衣服 衣服到手之后 两人在男女的掩护之下 就撤退了 看到同伙撤了 男人拉着女人也跑了 这些老板却说 不拿下衣服走吗 免费的免费的 这会儿笨贼来头可不小 他们在韩国 那可是腰缠万贯的有钱人 知道泡菜老干妈吗 就是他们家开的 如此有钱的家族 怎么会落到如此甜甜呢 这还要从那天来日本时说起 老干妈的董事 红三娘带着三个儿子 来到日本旅游 负责接应他们的 正是这位导游小姐姐 老三见到他漂亮又能干 让小弟赏他些小费 可是刚到第一次出国 不知道韩元在外国是不流通的 没有办法 一家人只好在导游的带领之下 来到银行换钱 巧合的是 在这里大嫖碰上了过去的相亲对象 摇你摇大坏灯 一直暗恋大嫖的他 这次更是主动要求要做他们的导游 可这时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伙人 看这阵势 明显是来抢银行的劫匪啊 路人见了都抱头躲了起来 唯独这家人反射活太长了 以为是在举办什么活动 直到劫匪开了枪 他们才反动了 一番搜刮过后 他们的带子也被盯上了 看着钱带子被抢走 红三娘说 呀卡其马 来日本第一天就被抢劫了 要是传出去 老娘以后还怎么混呢 说吧就带着儿子和劫匪干起来咯 打斗时红三娘遭人背后偷袭 大嫖一看 哎呀敢打我妈妈 将钢带顺手一推 一记少林十二路老寒腿 轻松解决掉对方 这未案的身影 看到摇你摇都脸红了 危机解除之后 兄弟几人把玩起了劫匪的面具和枪 谁知这时候警察来了 见他们带着面具和枪 将他们误认成了劫匪 哎呀你说你们玩到干啥呀 慌乱之中 劫匪坐山雕醒了过来 趁人不备 拎起钱袋子 撒鸭子就往外跑啊 看到钱被抢了 红三娘和儿子追了出去 劫匪躲进了车里 驾车叫逃 任他们怎么敲门砸窗 坐山雕就是不停车呀 无奈之下一家人 只能钻进了车箱子里边 劫匪就这样带着他们跑了 在车里劫匪看到他们之后 坐山雕猛打方向盘 来了一波蛇皮走位 东摇西摆的车子 哎呦 害苦了红三娘一家 而另外一边 警察通过查看监控 也得知了他们并不是劫匪 不仅如此 还想表彰他们这种 雷锋的行为 时间一晃便入了夜 坐山雕将车子开到了山里 在将车钥匙扔了之后 拍拍屁股就溜了 见车子停下之后 一家人也醒了过来 坐了一天的蛇皮走位车 让几个人很难受啊 那是腰酸背痛 腿抽筋怎么办 关注一点 全败平 果然点了关注的几个人 没有走多远 就发现了一家超市 饿了一天的他们 看到吃的以后 货架上的食物 被他们那是一扫而光啊 吃饱以后 老板给他们算起了账 这是老二的酒饮饭了 可认他怎么摆弄 就是打不开瓶丝 一旁的摇你摇说 还是我来抱 这波操作 看啥了二狗子呀 就足饭饱之后 账要怎么付呢 他们找到老板 希望能够通融一下 此时播出的新闻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内容正是银行抢劫案 由于看不懂日文 他们把这些字眼理解成了 抓到他们之后 就要判处死刑 这还了得 黄三娘一家 鸟头就跑 逃亡时 他们途经高尔夫球场 场地里恰巧有人在练球 球杆一挥 球就朝他们飞来了 怕被抓的钢带 爬起来就跑 他们从白天走到了晚上 实在是走不动了 于是他们打算拦下一辆车 于是就有了摇你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赶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赶紧 随后筋疲力尽的几个人发现了一个澡堂 他们从狗洞偷偷潜入澡堂 泡起了温泉 女祖堂里红三娘问姚妞 来日本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姚妞在回答 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 当医生呀 不对是做病人 听了这话三娘恨不得掐死他 祖堂的另一边几个兄弟洗的也是很开心呀 谁知道冤家路窄池子里不光是他们 还有汉匪坐山雕 钢带发现他时他也看到了钢带 男人拎包就溜了 在他们追回来时坐山雕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次追击不但没抓到小吊吊 他们的衣服也没有了 只好穿着浴袍在街上大摇大摆 毕竟是有罪至深的 这样实在是太显眼了 他们决定派钢带去洗衣店里偷衣服来穿 衣服倒是偷到了 可能大家穿上之后不要太清新脱俗 什么超短裙啊 低胸衫呢 怎么拉眼怎么来 走着走着 一家露天寿衣店 那个注意啊 不是那个寿衣 是卖衣服的那个 那个出售衣服店 对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分工之后 他们决定顺几件衣服 穿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换上合适的衣服 他们终于像个正常人了 这时从银行里出来的坐山雕 又和他们抓上了 一家人拔锤就追 好巧不巧 男人又找了辆车 躲了进去 不长记性的一家人 又上了车厢 小吊吊就又带着他们 都起了疯 好在一个老头发现了他们 打开车门时 一家人整整齐齐 而此时的坐山雕呢 他好开心呀 小雕雕 跨着自己的钱包包 结果被两个追封的少年 唉 到头来一切都成空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钱不是正当来的 就会不正当的走 好了 再说那几位 从车里逃出来的他们 虽然捡回来了小命 但又陷入了饿肚子的窘境 这时脑袋一向不灵光的钢带 突然开窍了 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堆鱼 烤给大家吃 几条小鱼下肚之后 大家都意犹为尽 让他再去抓鱼回来 盛情难缺的钢带 只好羞羞的去了 只见他来到水中 脱下上衣和裤子 一屁股就扎进水里了 那是七尘丹田呢 不满意的钢带 一声怒吼 鱼就是这么来的 既然身上有吃有喝 为何还要颠沛榴莲呢 他们索性就住在了山上 做起了野人 那是插鱼抓兔子 采蘑菇 日子过得是美滋滋啊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红三娘的生日 眼看就要到了 这天 兄弟几人换上了衣服 决定下山赚钱回来 为老妈办一场 像样的生日宴 大嫖上了工地 二嫖玩起了老虎鸡 三嫖打起了街边拳赛 而钢带呢 当上了路边乞丐 可最后 只有钢带 赚了些钱回来 其余的三兄弟 那都是白毛活了一场啊 嘿 你说费不费 可这点钱 也只能够买五碗乌冬面 六个人要怎么分呢 红三娘得知 儿子的孝心之后 假装说 哎 我不饿 你们吃你们吃 随后离开了房间 看到孩子们懂事了 红三娘甚是欣慰 可是倔强的肚子 还是叫了起来 她想 孩子们那么懂事 至少会给我流点汤吧 可对门一看 老三出来上厕所 又撞上了座山雕 两人掐起来了 没吃饱饭的三嫖 被摁在地上摩擦摩擦 门声赶来的大嫖和二嫖 看到弟弟在耐揍 抡起拳头就要上 小雕雕一看 哎哟 人多欺负人上 欺负我 鸟头就跑 跑到一处空地 劫匪小雕雕受够了他们的阴魂不散 决定做个了断 大嫖第一个站了出来 弟弟们本想帮他 红三娘拦住了众人说 哎呀 放开那个男人 让你们大哥来 大嫖一击漂亮的回旋踢 坐山雕就四脚成天 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众人赶忙举手投降 之后在导游的翻译之下 他们才知道 自己成了英雄 警察为了表彰 红三娘一家 授予了他们路见不平 拔刀奖 反正他们没少拔刀 回韩国的路上 摇你摇 又向我们展示了 他的独门秘迹 人过流名 眼过流声 留个关注评论 行不行